中華官警察局28號基行天羅帝王彰化資安看得見選個發表會 當時典現警察局兼顧管理、感控國設典功能的現代化勤務支揮中心系統 到今年來有效連結金學和運用錄影港式 組織科技力量、充分發揮好處的電子警察功能 為警察局的電子健康嚴謀可以清楚看到中華市区、萬林市区、人車比較多頂層頂頂 勤務支揮中心可以馬上操控求行鑑識去 要隔三百六十度那些是優勤看 那些是橫橫的看外面都沒有問題 對地區、人和車的活動都可以折騰 這一個區塊因為上班族以及協生的關係 時常把車輛停在作造 那也造成置物箱時常被拖被缺的情況 協生困擾我們警方也非常困擾 過去我們沒有足夠的警力可以過14小時 在這些區塊巡邏站桿 現在我們彰化線可以透過監視器 發揮電子警察的功能 除了線上的警力 我們在辦公室的眼前 也可以前天後的透過監視器 執行房切幫到抓小偷 中華環境可以透過手機子主動對手 出現在中華館的雜誌車輛 副教長賈利明表示 中華在暗鑑識器行車幾隻 主動對一隻系統 兼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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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兼 好犯罪事件大大關係 這也是百分之百判的主要原因 我們彰化線這個治安要點的監視器 總共有8483隻的這個鏡頭 那其中四成是具有這個車型紀錄的功能 那這最主要的是說 只要進入到我們彰化線的車輛 我們都完全的掌握 一旦他們有犯罪行為的時候 一定被我們鎖定 一定攔逃發言 會被我們警方移送法辦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警察局 這套系統功能的話 還有一個全國首創的一個裝置 這個裝置就是我們的 車輛主動追氣系統的一個裝置 那這套裝置呢 不管是我們查氣車輛 對我們的這個清查身分 更是一大的利器 那這套裝置的話 是針對這個特定的車輛 比方說我們輸入到這個 張車的車牌號碼的話 那該系統的話就自動的鎖定 自動的偵測 只要這部車輛進入到我們彰化線的 任何一個地方 那我們這套系統 就會發出這個警訊 來告知我們的偵辦人員 所以我們偵辦警方 不論是在巡邏 各地方 各時間也好 也可以透過這個部手機 來同步接收 所以讓這一個犯案的歹徒 毫無知覺 就被警方一舉陳情 就移送法辦 所以這就是我們這三年來 不管是我們的街頭暴力 強暴搶奪 造勢逃雨 甚至我們的汽車竊盜 能夠下降的最主要的原因 那所以呢 我們今天不管是我們警察局 分局或分出所派出所的同仁 只要透過這個監督系統 就可以在線上來執行 防切防盜 抓小偷的這個線上勤務 透過這個監視器 我們還可以鎖定到 任何的重要路口 甚至可疑對象 我們就可以毫無遺漏的 任何的蛛絲馬跡 都可以巨蜜蜜的找得到 在晚上重點六頁的監控系統 可以修正 並且索得的 警方辦案的時間 透過兩頁基 政團地匯行 領上分析 結合恰白的便宜系統 如果提供辦案所需要的 關鍵刷射 也有作動犯罪作用 讓民眾的理想生活 多一份補充 新中華新聞 林皓馬嘉瑜 中華才能報道